持续带您来关新基隆八斗子级抚养266号渔船遭日本保安船拦截带回调查事件 今天凌晨一点多抚养266号在彭加宇东南方288里公海作业时 突然遭到日本海上水产厅公务船拦截 船长及轮机长等两名台籍船员配合登上公务船接受调查 六名印尼籍船员及船只则留在海上等待 船长的友人见状惊绝不妙赶紧拨打118报案 还身属漏夜吊派南投舰赶往了解抚养266号船船长轮机长被带走的原因 截然被带走后附近多艘渔船的船长也表示 当时都不太敢靠近相当害怕 生怕也会被日本保安厅带走 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半能渔民指出船只被强行拦截的海域位在公海 距离日本纳坝西北方约170多海域远 并没有近日日本临海内捕鱼 不知道日本保安厅为何拦截船 还把船长跟轮机长带走 对此还迅速回应 经过台湾驻日人员查证 疑似是我国的渔船进入日方 沿美大岛附近的海域作业 因此才违反了当地渔业规范 遭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取缔 整个案子都已经由渔彦署与日方联系处理中 我们下期见